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好所在 我是王志玉 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话题 是当台北市的房价越来越高 新北市的房价也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小资家庭 想要可以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大家现在越来越往外走 桃园变成了一个 现在大家目光聚焦的地方 特别是桃园接下来的愿景非常多 包括了在年底六都就诞生了 就是桃园 大桃园地区的升格 现在已经确定了 再加上机场捷运又即将要通车了 交通到位 那么建设又要来了 桃园是不是将会是下一个 大家房地产的希望呢 还有这里的房价毕竟比较亲民 所以到底在桃园还有哪一些愿景 该怎么挑怎么选 今天节目当中您千万不要错过 好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永庆房屋的顾问 叶国华 叶顾问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次会很特别 台北人结果跑去桃园智产了 这是艺人张洛依 洛依你好 司律卷好 大家好 我是洛依 是 还有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自身媒体人 高小哥你好 至于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这个桃园的愿景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 洛依你是台北人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你怎么会买到桃园去 真的是因为他的房价比较亲民吗 房价其实是一个考量 但其实我跟桃园有非常多的渊源 因为我在桃园当兵 在龙岗中立 所以当了大概一年半 然后曾经也有交过女朋友 也是住桃园啦 所以其实还蛮熟悉的 所以桃园的女婿就对 桃园 但是以前啦 所以后来才觉得 刚好因为我其实住泰山 然后我每次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觉得 介绍公司蛮聪明的 他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的放有多砍棒 他们写说 最后希望一字头来桃园 然后我就这样开上去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考量之一啦 对 但不是最近买 最近没有一字头 这也没有 是几年前嘛 对对 大概一两年前买 一两年前买的对不对 好 那么就要请教一下顾问 顾问其实你看到这个洛依 其实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心情 对不对 我们在台北市在双北 哪有可能一字头 除非是什么海沙屋 海沙屋都没有那么便宜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当初大家就会开始慢慢外移 这是一个现在的趋势 对 因为在台北市这几年 还有新北市整个房价的一个上涨过程中 其实桃园在离台北市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 对 过去在这个五阳高架桥还没有通车之前 台北只要经过到五谷之后 往南走都是塞车的 那现在因为五谷五阳高架桥通车之后 各位可以发现很多车走高架以后 下面反而是清空的 所以到桃园的时间上就更快了 更顺畅了 所以桃园变得比较清明 那所以对很多看房子人 他到桃园去相对的就方便了 简单了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人往桃园挪过去看 对 像坐高铁 我帮大家查一下时刻表 从台北到青浦只要十九分钟 对 所以其实你知道在台北市里头光塞车 有时候上班你都要超过半小时 结果没有想到到桃园反而很近 对不对 我想说桃园因为在今年12月25号 即将升格滩 直辖市 那整个桃园的生态 其实跟生活 跟那个整个的 大家一起住在这里的感觉 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分析 但是最近我们在提到说 桃园有很多生活面的东西 我最近去参加一个巴德一个建案 他就把桃园所有的百年传承老店 都讲出来 列出来 饼干 什么酱油 苦茶 桃园的生活面是非常的多彩多姿 那桃园当然如果往南走一点是 大溪龙潭这几个西湖 这几个地方是一个生态的中心 不过我想最近桃园有个比较创举 因为他们最近今年年底因为升格嘛 所以大概三四月开始就陆续在各地办升格论坛 升格之后的论坛到底什么东西 原来有十大亮点政策 第一个亮点就是有一个叫做一卡通 我想问一卡通有什么 是卡通吗?不是 是一卡可以通道走透透 叫做一卡通 就是类似结合的 像我们优游卡吗? 优游卡 智慧卡 或是说把信用卡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里面当然可以做一个身份的辨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台湾最近有很多大卖场 以后可以去用 公车 或者是捷运 或是所有的这个 它是一串通的 另外一部分它可还可以做社会福利 比如说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 类似到护责书所去办什么东西 一卡一刷 所以那张卡都可以用啊? 都可以用 那这个卡基本上 当然它是之前有观摩学新竹 新竹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这个十大亮点里面 第一个就是一卡通 另外还有包括有好几个建设 我们提到说 包括老街西的整治 南侃西的整治 中路 金国 特区 还有很多的像那个虎头山 虎头山的风景区 它也要整个规划 另外包括像说做假牙 做这个HPV病毒 所有大概有十大亮点政策 但是十大亮点政策 配合大概未来桃园除了是属于国际中心之外 它有分成四个都心 我们这样再分析 但是现在桃园的生活 我可以看到百年老店的建筑物 以及这个大溪这样的感觉 我是觉得是一个 宜结婚宜交女朋友的地方 那它基本上类似在龙高 我是在大原 桃园大原的战斗机场 我们桃园机场后面过去有战斗机场 你在那边当兵啊 我在当兵 我当空军 然后那个时候在民国 不能透露我年龄了 我在当兵的时候 常常有两岸飞机那个大陆飞过来 然后我们就是必须要在这 我们后面大原 现在的中程机场 后面有个战斗机场 这部分飞机就上去了 所以现在大原已经改关了 旁边有一个航空城 我们在二三十几年当兵的时候 没有知道什么叫航空城 现在终于有一个航空城计划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听到高高哥的分享 有十大亮点的政策 其实这个升格就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因为一升格 你知道预算就蛮变多了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桃园 有的时候大家会说 台北市为什么比较好 因为就是钱比较多 这个建设做比较好 所以当他升格了之后 他的预算变多了 什么建设都可以慢慢到位 刚刚看到十大亮点 可能这是一个title而已 但细项是非常多 诺一像你这个房子买在那里 你应该也经常去 包括在看房子的时候 现在你要去照顾你的房子 对 桃园真的跟以前 我们想象不太一样 我觉得其实差蛮多的 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住泰山 我爸常常带我去林口 放风筝 然后当时那些文化一路 文化二路 文化三路 文化四路 其实还没有露名出来 都是这种红土 一片这样子 可是我下去的时候发现 整个全部盖得满满的 远雄盖一堆 或者各式的 不同保家机构也盖一堆这样子 那我觉得相对的人进来 他的生活经济就会变好 对 然后其实 我还蛮推荐你很多地方 可以让各个官方的朋友 去玩这样子 对 你要带我们看看吗 这骆一很可爱 特别整理了一个 这个桃园哪里好吃好玩 太好了 跟着我走 跟着我曾经在桃园 住过一年半 交女朋友 还有曾经在长龙航空 等空姐下班的经验 哎哟 哇塞 来来来 快点 其他很多好的地方 其实我先可以知道 大家如果喜欢运动的话 其实可以去林口体育场 林口体育场有一个 很深的游泳池 就是有点像竞技型的 那它其实跟一般游泳池 游起来不一样 它的福利比较好 我还蛮喜欢那边的 因为喜欢去运动健身 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或你的小朋友们 太太喜欢逛街 那刚刚好 去台帽 或者是去复制的星光三月 而且台帽有个好处就是 桃园有星光三月哦 桃园有星光三月哦 那我就要不想去透露一下 我买的房子 刚好旁边就有星光三月 就在大友去那里 没关系 这大家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像台帽 你其实平常假日啊 还有很多街头艺人 表演还可以打篮球 然后亲子 那爸爸如果累的话 就把小孩放在那边放一整天 那我觉得是蛮好一个方式 好 那在我们玩吃的部分 其实很多夜市 桃园太多夜市了 对 像我们这边有看到 就是中立夜市 好 中原夜市 那我特别推荐中原夜市 因为中原夜市 就是在中原大学的周边嘛 那其实给学生 就是便宜 多 好 比如说像你一定要去吃炒泡面 是 米粉汤 串烧 牛排 咸酥鸡 反正就是都绕一圈啦 是 对 然后这个地方都很好吃 而且 便宜 如果你带朋友去 他想逛逛街买个衣服 前面很多小店 对 然后 这是很棒的地方啦 对 然后再其他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再去郊外的部分 十本水库 是 对 这边大家都很了解 对啊 就是去看 每次在书本上面看到 哦 原来就叫十本水库泄喉 可是从来没有亲身去看过 是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好 然后再其实我最近有发现 新闻有说巴德啦 最近要推一个大概六千坪的观光夜市 是 大概三个足球场这么大 嗯 那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多 跟蛮大的一个可以逛街的地方 是 对 然后再来其实呃 最后是我们的人都会生老病死嘛 其实像桃园的医疗设备也不错 你看 是 林口长根 再来就是农民走音乐桃园芬院 对 所以我觉得桃园跟你想象中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像我自己分享我的经验 像是我们还还还算蛮常去桃园的 一文特区那个地方 我发现那个地方很舒服 很像就一文特区前面有好大的草坪 然后旁边呢 这个道路非常的宽敞 因为他其实也算是一个重化区 所以房子旁边也盖得漂亮 然后又新 然后你坐在那个地方感觉仿佛 来到欧洲 你就觉得说这个桃园 跟以前我们想象的桃园 那种路很窄 然后房子很老 是完全不一样对叶顾问 对 这个因为桃园是 你该不会也在桃园当兵吧 没有 因为我是住在新竹 所以我往来台北 然后呢 当初我当兵的时候 我是六军团的这个军官 所以我就会 我就会到处到处走 所以到处都我们的营区 那我们来讲讲桃园 事实上桃园 他是一个工商大线 这十年来 他的人口已经突破两百万 那工商大线 他各位知道工商大线 就是以发展工业为主 所以事实上在最住的环境的部分 并不是做那么好的一个规划 可是呢 这十几年来 桃园不一样了 对啊 从整体的规划 不管刚刚刚高超哥提到 所谓的航空城 对 或者是整个捷运 机场捷运 要延伸到中立 然后整个这个高速公路 这一文特区左手边或南侃这个特区这一边 他整个发展起来以后 他都是先规划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重化区 所以就会你看到的这个笔直的大马路 对 然后绿草如荫的这个环境 那整体的规划起来 事实上他就要走上一个工商大势 所以将来他除了发展工商以外 他也要适合一个居住的环境 让北上的人除了住新北市跟台北市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可以进驻到桃园市 事实上桃园市到台北市又很近 半个小时就可以达到 所以我想也给我们大家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环境 对 所以其实这个桃园听起来 一个就是离台北很近 因为大家毕竟都在台北工作上班 这个工作机会比较多 然后你看回家又不用很久 你搭个这个高铁 可能十九分钟就到了 你开个车 现在又有五阳高 然后一下子半小时 你就回到家了 高超哥这个交通建设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非常重要 桃园这个交通建设越来越到位 对 我觉得其实他的交通建设 从比较制高点来看 他基本上 我一直认为 他跟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浦西旁边的浦东 是很像 浦东有个机场 那如果从制高点来看 我曾经做个分析 就是以桃园的整个在 东南亚地区的整个制高点来看 当然他我觉得 他跟浦东是 浦东机场是有差别 当然我们大概落后浦东机场 大概 我认为大概五年的冠军 不管是货运载运的部分 这是从制高点 但是同一般的市井小民来看的话 你要有个国际观 因为将来那个整个陶温机场 就是一个门户中的门户 那陶温机场整个像刚刚叶昆文提到 除了五阳之外 另外就是机场捷运 那机场捷运里面 现在当然我们最后可以到 从A1的这个火车站 台北市的火车站 双子星大楼 直接可以到最近的21 A22 A23 那A21站就是环北站 就是中立 中立的 那个就是收购 刚刚那位提到 新光三元那是大有特区 那部分旁边有几个小学 然后整个桃园里面 它的购物中心也蛮多 因为它交通发达 所以它的人口 往外的这个发散之后 其实它很多 到了很多 变成很多都心了 变成好几个都心 所以未来桃园 它升格不再是一个 简单的直辖市 事实上它是一个都心 它是构成四个都心 东南西北的一个都心 当然西都心是属于航空城 那我们最近看 从机场捷运 从A1到A21 其中有太多的东西 包括A7的合一住宅 那另外一个部分 还有包括A17 18和19 将来很多Shopie Mall 将来很多Outlet 同时进驻 所以交通建设里面 事实上我们现在来看说 过去比如说桃园 好像真兴 其实我现在是觉得说 之前我坐高铁 就刚刚自己提到说 我就测 真的是19分 那19分你的感觉是 我想打个瞌睡 都来不及 我每次买一杯饮料 还没有喝两口到了 对啊 桃园先到了 所以基本上太多人的 因为台北市的房价太贵 我最近听到说 信义进化区 尽量推出一瓶四百万的房子 然后这个东华北路 最近有一个什么文华 什么酒店要开幕 这旁边的豪宅 也是大概两百三百 那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在开发 未来 那是一条另外一条 那个富人的这个房价的线 但桃园地区 因为它比较平民清明 所以透过交通建设的捷运 包括机场 及未来五阳块 还有桃园本身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捷运 也在规划当中 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 交通建设事实上是可以促进很多 买不起的手购手贩 到台北到桃园来 甚至是荒芬组到台北来 桃园来看房子 事实上是 我觉得蛮亲民的价格 对 那叶顾问 其实我们提到的建设 我们刚刚看到是交通建设 其实这个前一阵子也吵很多 在桃园当地的建设 桃园航空城 对不对 像是在台股当中 连桃园航空城概念 都会一直涨一直涨 所以这个桃园航空城 对于当地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衔接高超哥刚才讲的 任何一个城市 如果想走向所谓的国际化的话 那航空城国家的大门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带来的工作人口 工作机会 带来的商机 无以限制 那桃园呢 其实他这个航空城的规划 除了高速公路衔接 还有机场捷運衔接以外 各位知道 这个进入桃园有123 就是国道123 从台北上国道一 然后走国道二 可以接到国道三 所以整个桃园 是被国道123全部包围的 你从任何地方 最难到龙潭开怀台北市四十分钟 如果从机场开怀 二十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其实我们再把桃园市 跟台北市跟新北市类比起来 事实上桃园市基本上 就等于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综合体 因为整个台北 新北市是所谓的 也是工商大县 工商大市 那整个台北市是完全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经济中心 那以这样的服务员跟范围来讲 总共台北市有两百六十六万人 那新北市有三百九十六万人 加起来已经快七百万了 那桃园的范围跟他可以提供的整体未来的发展 就类比现在新北市加台北市整体的范围 所以事实上桃园是一个大气晚成的一个发展 不管是就地理位置往南往北 或者是对国外的衔接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撇开所谓的这个房价高低的问题 或炒房价的问题 事实上桃园 他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北台湾 很重要的一个居住环境 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对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以前我们会讲北北基 但现在大家讲北北桃 基隆不好意思 所以呢其实你就知道说桃园 其实未来发展机会非常大 洛英我想请教一下 你自己在那边房子买了快两年 对没错 那你虽然是半个桃园人了 对不对 我算是 你自己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感觉呢 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房子买在桃园是大有区 在大行行路那边 那其实我自己 因为我不去坦诚 我做过两年的仲介 因为当时是过气一人 所以不赚钱 所以想说好那就去做一般的上班族 是 那后来发现 哦原来了解房地产之后发现 每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地产 那为什么会选桃园那个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部分选择啦 因为首先大有区 它都是很多的住宅区 其实算半成熟住宅区 都是大概13年以上的大楼 电梯大楼 旁边有几个学区 例如说大有国中 大有国小 快记国中 桃园高中 然后像我刚刚说的 属立的那个农民总院桃园分院 而且它有一个最棒利多就是 它有一个桃园的宝山旧铁道车站 之后桃园社捷运 可能会利用这个旧的铁道 带轻轨 所以也是交通建设 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我又觉得 难得你在桃园可以买到 这个价格 我买两房 可是却有两个大阳台 平面车位 平面车位 各位观众是平面车位 多少人没有停过平面车位 是 对那我都自己考量后发现 其实我准备200万的现金 加贷款 那就可以买这个房子 不管是自己住 或者是投资 或者是去台中玩 然后回来桃园类的时候 可以去住 我觉得都不错这个方式 对所以其实当初 是不是也有一个考量 是在台北真的太贵了 所以就看看 看到桃园区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当时在桃园 在台北有另外一间房子 所以现金不够 那我就觉得想要再买一间房子给家人 那我自己考量之后发现 台北市不用想了嘛 那中和板桥永和 其实也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那所以我就慢慢往桃园去看 而且其实桃园我觉得 它的地多福地够广 那其实有地多的话 重化起来越晚重化区 越来越漂亮 相对的百货公司 医疗 十一住行 那政府会慢慢经过以前的经验 慢慢去改善 所以我慢慢去往桃园去做 那我发现 真的是还不错 蛮多好东西 我要问关键了 那你有没有赚 就是有啦 还好我是用疫名啦 所以其实你看你大概 快要两年前 买的房子 然后现在大概赚了 我大概投资报酬率 目前每年是2.5%啦 我用房租1万5去算的话 那房价的部分也赚到了 对不对 房价大概就是可以赚一台 就是可能大概B&W 318这样子 哇 所以你看这个买房子 我们节目当中一直都告诉大家说 你不要再等了 你听了老半天 看了节目老半天 你真不去看房子 那我真的就是 我们感觉就是一个宝山在那个地方 请你来挖 结果你看了老半天 听听就算 那不行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早点切入 真的就是早一点赚到 高高哥 我们来看桃园现在 这个我们的洛伊 他是两年前买的 对不对 都有这样的涨幅 那么现在才确定说要升格 接下来才有大段的 对不对 对 我想升格之前 就是有很多的建案 是率先的表态 所以我们看几个战区里面 升格完毕之后 对房地产的影响 实际上是蛮大的 升格除了预算多之外 当然因为各地的建设 基础建设 以及所有的这个软体建设会增加 预算增多 所以增加之后 就以后就变成很多改制 变成一个区 那我觉得像台北 台北县升格之后 那就不一样 那感觉就不一样 那现在如果以升格来讲 事实上大家都有酝酿 其实有几个战区 我们来看整个战区 在房地产战区里面 以桃园市为中心的话 当然是以一文中心为主 后来就慢慢地延伸到 往这个东南部分 可能到经国特区 中路特区 这是一个战区 另外一个战区 当然是航空城 航空城刚刚至于提到 台北做到清浦航空城 清浦的这个 桃园站 高铁站的部分 目前整个清浦里面 大概建案我所知道 大概有65个建案 65个建案 以上还不断地在开发 那它的建案之后 以清浦旁边的部分 现在还有推出很大的工业区 工业住宅 即将要引爆 那个案量大概是200亿以上 就是在康空城旁边 那我们看 如果从另外一个 刚刚这是西都心 那南都心的话 就是中立这部分 中立现在的房价 已经在收购户籍 已经喊到一瓶 大概四十几万 接近四字头 甚至四字更高 那我朋友最近 可能未来要推出两个案子 都是四十几万以上 那我们看到大溪龙潭 各位不要以为 大溪龙潭没有战区 战况非常的激烈 为什么 因为将来不管是 从北宜那边签条 从南港签条的快速铁路 直接可能从未来 从江西的乌石港 直接到这个大溪 那另外一个大溪 各位大溪的休闲住宅 据我了解 这事实上可以透露 大陆的前三大建设集团 万通集团 已经在大溪埋了 好几万坪的土地 所以各位以为 大溪没什么事 它也是一个战区 那我们看 从以最近的另外一个战区 是巴德 巴德现在分两部分 一个是扩大重化区 那里面大概有三十几个个案 那一个是 大概东北部分 是巴德的大南 最近的房子卖得很 嚣嚣叫 当然这两个都是战区 那所以我们看 整个升格之后的 对房地产影响 事实上已经让台北人 跟台北市人 觉得说 我要移居 这个桃园好像不能用慢跑的 我可能要 开始要用短跑的 对对要手刀快一点 可是我要冲刺 我不能是用马拉松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看看大家最近到桃园来看的房子 也真多 当然购习量是多的原因 当然有些战区部分 我们觉得不得不承认 它的价格比较乱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建案多 那我们大家分析 事实上很多战区里面 它的建筑的品质是在做PK 它的建案 事实上它的规划 跟它的国际观 事实上不会输台北市 台北线案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 建案多很好 我可以挑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另外一想法 那我们来问一下叶孤文 叶孤文可能刚刚这个 我们刚刚刚提到的 在亲埔这个地方 亲埔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会觉得 对他稍微有点负面印象 就是他推案量太大了 所以现在价格 感觉是不是有点开始要削价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倒是觉得说 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发展 跟这个实际的状况 因为建商都走在前头 政府的开发重划在前头 那建商就跟上去 那消费者左右再跟上去 所以他慢慢是填满的 但那个过程中 就会有推积跟消涨的过程 那我倒是觉得 现在的市场的状况 非常适合消费者 前去观察 了解 收集资讯 然后掌握市场状况 什么时候该买 应该不是听专家讲 你到现场去 你会掌握非常多的实况 然后A案听一听 B案听一听 C案听一听 你会有情报 会有收集 我觉得想要在房地产上 有一个立足 或者是说获利 或者是找一个好的地方 多做点功课是必要的 对 那现在这个timing 就是很适合你做功课的地方 如果那个建商 刚好又急着要用现金 愿意消架给你的话 那你就捡到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愿景是很确定的 但是呢 大家自己就是现场去走一走 挑一挑 不是很好吗 顺道去桃园 桃园好玩嘛 对不对 顺道去玩一玩 看看房子不是很好吗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就好好带您看看 到底呢 这个桃园升格了之后 在硬体建设 还有政策面 做了哪一些的改进 还有他们的愿景 他的规划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你看坐高铁 第一个有高铁嘛 19分钟台北道青浦 对 第二个机场捷运线嘛 机场捷运跨通车 对 然后另外有从桃园市区 直接开到机场的捷运线嘛 哇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 武阳从台北道 武阳高速公路 对 然后呢 还有国道一 国道二 国道三 全部围绕在整个桃园市 下的话 南坎交流道 下去有两个 右边就是往南坎 南坎 左边是往桃园市 那你桃园市 有一个桥不要上去 右边那一块 你就先看到